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兴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2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个话题 分别是中国大陆微博一哥 著名企业家李开复被禁言 中国网络控制在伤害谁 美国肥卡法案展开海外追税大行动 对中国富人有何影响 好莱坞重心东移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首先请李一华来介绍 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一华 好的谢谢宁兴 新闻首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 这位日本领导人计划加强 和美国的长期盟友关系 特别是在朝鲜核试验 引发地区安全的担忧之际 安倍晋三星期四抵达华盛顿 白宫官员说 奥巴马与安倍晋三的首次会晤 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 主要议题将包括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 以及日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两人在之后的工作午餐中 还将讨论美日之间的经济问题 包括日本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协议的问题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组织 安倍晋三在去年12月开始 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 他誓言要以加强出口来振兴日本经济 他还在竞选中承诺 在中国不断提出领土要求之际 要加强日本与美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 韩国和日本因为岛屿归属问题 引发的争端 继续升温 星期五 一些韩国民众前往日本在首尔的使馆外 进行抗议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这些抗议活动是因为日本举行仪式 宣誓对有争议岛屿拥有主权而引发的 争议岛屿在日本和韩国分别被称为主岛和独岛 日本每年都会在当地举行主岛日庆祝活动 而今年东京方面第一次派出高级官员 参加了在岛根县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梁音信家说 主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我们派出议会秘书 是为了宣誓政府的立场 我们希望有更多日本公民 关心主岛 韩国方面则对此表示谴责 韩国外交通商部的发言人说 我们对日本政府派官员参加这样不公正的活动感到遗憾 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韩国外交通商部还召见了日本使馆的官员 正式就此提出抗议 韩国活动人士在抗议活动中 敦促韩国政府针对日本采取强硬手段 抗议者随后向日本使馆递交了一封信件 抗议日本进行的主导日庆祝活动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中国驻香港机构中联办 星期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新春酒会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酒会上表示 要加强中联办的连结风气 不过有评论指出 这番言论只能起到警示作用 不能杜绝贪腐的歪风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 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信上任的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近日开始在港媒前亮相 张晓明日前在有香港高官出席的 新春酒会上表示 中联办要响应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反贪腐的主张 为此他提出一系列反贪腐的措施 包括减少应酬 禁止官员受礼金 果栏和参与抽奖等等 严禁在与香港市民交往过程中 收受礼金及贵重礼品 出席香港社团组织和团体举办的活动 不得参与抽奖 有报道评论说 张晓明刚上任两个月就出台反腐措施 反映出防止贪腐的重要性 但相关规定若没有相应制度配合 对杜绝贪污风气的成效不大 因为中联班的官员目前不受香港公务人员条例的约束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接下来朝鲜一个提供移动通讯服务的公司 星期五说 赴朝鲜旅游和工作的外国人 将很快可以通过他们的移动通讯工具上网 这个消息是朝鲜最近几个星期来 第二次释出放宽对通讯设备限制的信号 这个通讯手机移动通讯工具上网的服务呢 预计在3月1号前开始 不过朝鲜政府仍然不允许朝鲜民众 通过这家公司的服务上网 两星期前 平壤刚刚开始允许外国人携带他们的手机进入朝鲜 新闻最后 美国中部地区星期四被大雪覆盖 有些地方积雪高达17英寸 阻断道路交通 星期四夜间 这场冬季风暴向东北方向移动 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到伊利诺州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大雪和冰雨而发布冬季风暴警告 各州的大部分学校纷纷关闭 政府机构也停止办公 密俗里州州长星期四上午 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数百起交通事故 以及陷入积雪的汽车造成交通瘫痪 目前受到风暴影响的地区 已经发生了两起死亡事故 星期四夜间 所有前往堪萨斯城的航班被取消 有关官员说 预计星期五上午将重开这些航班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您新主持的焦点对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2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鑫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大陆微博一哥 著名企业家李开复被禁言 中国网络控制在伤害谁 美国肥卡法案展开海外追税大行动 对于中国海外富人有何影响 好莱坞众星东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 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保申先生 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 龚小夏女士 以及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 台湾出生的著名企业家李开复 最近被网络禁言引发关注 李开复被称为中国微博一哥 在新浪和腾讯共有五千多万粉丝 他因为批评人民日报旗下的搜索引擎 人民搜索及其领导人 前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邓亚平而被禁言 这是今年以来 李开复因支持南方周末而被请喝茶 以及抗议中国政府封锁全球最大社交编程网站 GitHub之后再次陷入麻烦 在这次被禁言之后 李开复只好转战被当局屏蔽的推特 并转发习近平有关中共官员 要荣得下尖锐批评的号召 那么李开复倡导的什么价值观 触犯了中共当局 中国网络控制 对于中国的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 造成了什么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 来跟我们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李开复在新浪 有粉丝三千多万人 在腾讯有两千四百多万人 和中国女明星姚承并称微博的一哥一姐 那么这一次你觉得 她是在什么方面触犯了中共当局 我想中国当局禁言或者关闭微博 或者不准一些敏感人士开微博 这已经是时空见惯 只是这一次中国政府的禁言 是针对一个著名人士 他是李开复 他曾经担任过微软全球副总裁 谷歌的中华地区的总裁 由于谷歌撤出之后 他的身份就变得更为敏感 我想由于李开复这种身份的敏感 说他开微博 那么引起了这个追捧 引起了热烈追捧 同时也引起了官方的忌惮 他有些话不得不让官方有所收敛 同时由于他的身份 尤其谷歌 尤其谷歌退出中国之后 我想他也受到相当的监控 但是我们看到他这次的禁言 主要是他针对 就是人民日报 人民搜索 这个邓亚平 耗费国家公币 但是并不干正事 而且让国家蒙受 巨额亏损 用外行领导内行 这样一种丑陋的风险 我想中国政府 对这样一个名人的禁言 反过来促进了 提高了李开复的知名度 同时也曝光了邓亚平 所代表的这个丑闻 建立 李开复这个事件 非常有琢磨头 因为他这个不仅仅是一个 网络禁言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在中国普遍发生 它是发生在李开复身上 李开复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有很多背景的人 他是有国际背景 有台湾背景 而且是一个著名企业家 现在他在中国的言论界呢 可以说是个标杆性的人物 这种人呢 他被禁言 你发现实际上 暴露了几个这个现象 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 不管中国政府用多大的力量 实际上他的控制力在弱化 像这种 本来李开复是非常这个 这个说话非常谨慎的人 对 非常谨慎 也开始就是成为一个 这个言论的领袖 也引起这个当局的不满 这个弱化 另外一个呢 就是像这种人物出来 在有成为意见领袖的话 在中国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因为这些人有相当的保护 他这个不怕打压 在相当程度不怕打压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 成为中国的意见领袖 我想是中国言论开放的 非常好的一个前兆 我想这里很有意思的是 大家要想 李开复击中了什么痛处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说 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言论 他只是说这个邓亚平 他不懂搜索啊 但他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在什么呢 他搜索引擎这个事情 也搜索这个发展 是需要一种开放的这个 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的 需要你 因为你搜索嘛 就搜索的越多越好 而是邓亚平 他在人民日报系统 他整个是信息屏蔽 他以屏蔽别的信息 以言堂为主的 这是和整个搜索引擎 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意识形态 是相冲突的 所以他这个话说的非常道点 而且是专业上说 保生 李开复这个事 还有连同最近其他的事情 比如讲 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 他的微博被封 还有其他的人被叫去喝茶 像台湾艺人 宜能静等等 这些事件加在一起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在面临 社会媒体的发展 社交媒体的发展 这个一个问题上 面临两难的境地 如果他不发展的话 那么就会耻笑于天下 如果他发展的话 就面临言论失禁的问题 李开复 他在新浪和腾讯上的 微博的粉丝 加在一起有五千多万 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登高一呼 天下响应的 相对比之下 人民日报的发行量有多少 充其量三百万到四百万 其中大部分 还都是公费来订阅 那么两行比较之下 谁的影响力更大 所以中共他确实非常为难 你不封他也不行 封他也不行 所以怎么办 先封你三天 然后以观后效 我觉得李开复 他有一个独特的身份 就是刚才建立提到一点 就是说他是作为一个创新者 他是作为一个企业家 而且他的创新领域和网络 他是一个权威人士 所以大家都听他的意见 刚才小夏提到 他确实戳到中共的痛处 就是说你这个搜索引擎 你没有信息开放的观念 我想先听听破风的这个说法 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说李开复我们知道 是个非常温和的一个表达意见的人士 甚至有人说他是七强派 对他还说对官方有所保留 那么这次他被禁言之后 他引用习近平的最近的一个讲话说 共产党容得下尖锐的批评 这个时候拿出来放在这里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反讽 这个反讽就是 共产党要么是两个共产党 一个是口头上说的共产党 一个是实际上的共产党 口头上说的共产党容得下批评 而实际上的共产党 半点批评都容不下 而且李开复还不是批评 只是一个建议 甚至是善意的帮助他去改进工作 使他的搜索网 人民搜索的这个引擎 能够得到发展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还有两个共产党 一个是习近平要主张 要改造的共产党容得下批评 还有一个守旧的共产党 就是完全拖住 根本就是让习近平 不仅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习近平的政令都出不了办公室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共产党在竞争 究竟是谁争谁假 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想这个事情 恰恰跟习近平这个说法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对照 这个有人这个网民啊 调侃这个李开复啊 这个把这个习近平的这句话 在推特上进行推啊 说这个共产党应该容得 容得这个尖锐的批评 有的人调侃说李开复的批评 不够尖锐 所以我这个是玩笑了 我想讲点严肃的 刚才这个保森也讲了 实际上的李开复这种人 他有相当的影响力 他一不小心 他可能就造成很大的组织力量 会影响整个这个 整个的社会状况和一个政治局势 所以呢中国政府是非常的谨慎 比如说他这次在批评邓亚平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实际上不是讲的专业的东西 他是讲的政治问题 这个政治问题是在中国是最关键的 他说为什么用纳税人的钱 来做这个引清 搜索引清 而且它是人民日报 人民更严重的是 人民日报是党报 还不是政府报 如果政府用纳税人的钱 这还有情可怨 有道理可循 但是一个党派用纳税人的钱 实际上它出到根上了 所以在这两会期间 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共产党有没有资格用纳税人的钱 你做一个党派 做党的事情 像贺卫方在前几年提到 你共产党连注册都没注册 你都没有注册的组织 现在用纳税人的钱用的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句话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信号 说这里关键的还有一个 那中国现在事儿 什么事儿呢 离不开钱 那么纳税人的钱用了20个亿了 这个20个亿中间谁用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纳税人的钱 黑箱作业也非常多 为什么这笔钱这么大一笔钱 给到这个人身上 是怎么做 为什么又做得那么失败 那么李开复这一句话呢 使得大家都会从这个角度也探讨问题 谁拿了什么钱 对 所以人家李开复才说 你让菲尔普斯游泳渐渐渐去领导 高科技公司可能也搞不成 对 刚才我谈到了一下 中国的社交媒体的发展 那么社交媒体它的顾名思义 它最初的用意是来大家社交 交流信息 我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今天咱们要不要聚聚等等 但是从阿拉伯之春到现在开始 社交媒体更大的用途 是用于在政治方面 表达不同的政治意见 而现在中共最怕的就是这个 那么谈到李开复 李开复不仅仅是因为这次批评了 邓亚平领导这个人民搜索 他在今年年初南州事件 被请喝茶的时候 对 他也被请喝茶 他也发表过他的看法 我谈到台湾的这个艺人 吟能静 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他现在也在上海东方卫视 做这中国达人寿 要做一个评委 那么这都是油水很大的 这种肥缺 他居然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说出对南州事件的看法 支持谢长廷 在中国大陆创建微博等等 就表现了艺人以外 他的这种政治倾向 和喜爱自由这种观点 那么现在我就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社交媒体 被更越来越多用于 传递政治方面的信号 这个让我想的 因为你刚才提到伊能静 也提到谢长廷 谢长廷也是微博只开了一天 当时《环球时报》还赞扬 他说这事很好 一天就是粉丝六万多人 结果马上开了一天就被封了 那我就想就是联想到这个 李开复 联想到伊能静 联想到这个谢长廷 三个人都是有台湾背景 其实大陆的人 很多微博言论也很大胆 为什么这三个人 都面临这种压力 我觉得 是不是跟他们台湾背景有关系 我问问陈破空 关于这个谢长廷这件事情 也构成了两个绝对的一个反讽 一个是对中国政府 一个是对谢长廷本人 就谢长廷去年访问中国 以民进党的一个大佬的身份 那么中国是作为一个 统战的一个成果 而谢长廷要宣示 他以那个对等的价值 以后尊严去访问中国 那么现在谢长廷开微博 马上被关 这证明什么呢 共产党说的话是 在一个一中的前提下 什么都可以谈 那民主自由可不可以谈呢 不能谈 不仅不能谈 连谢长廷去开个微博 作为一个普通去发言 都要被禁止 所以这就说明中共 统战了彻底的虚伪和失败 也说明谢长廷 去大陆的一个失败 同时我们看到这一点 就当中共在高唱 这个两岸统一的高调的时候 我们看到 当这个统一触及到 它的一党专政的利益的时候 它有个优先顺序 它立即把统治者的利益 一党专政的利益 摆为重中之重 压倒统一压倒一切 所以我过去就说过 我说海峡两岸的分裂的祸首 是中国共产党 海峡两岸统一的障碍 也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中共有进一步的 它的行为来证明 它根本就不希望两岸统一 如果它真的希望统一的话 很简单 它就解除党禁 告诉国民党和民进党 你们可以坐陆中原 到中国大陆来发展 你们可以到大陆来 跟我们平等的竞争 我想台湾一天就可以统一 说真正要妨碍两岸统一的 或者说真正分裂国家的 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本身 说到这个谢唐琴被封 我注意到 其实网络上骂这个事了 其实都主要是大陆的网民 很多的就是 你这个统战搞了那么多年 你就一两件这样的事 就把你这个成果 全都给销毁掉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简直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对于中国政府来讲 就像对组织的警觉一样 你只要任何一个组织 哪怕是拥护共产党的 不在共产党体制之内的组织 只要做大了 他都非常紧张 一个个人的言论也是 你要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管你说什么 他就开始紧张了 因为你是这个体制控制以外的 当然你刚才讲的这三位 他有特殊的背景 他有这个境外的背景 这种境外的背景 他又是名人 一个政治人物 演艺界人士 著名企业家 这些事项都是他的保护层 这种保护层 在大胆的发表言论中 是起到作用的 因为一个社会的 封闭社会 首先突破言论自由的人 一定是那些胆子最大的 那胆子大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有保护 常常 所以他们有保护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那谢长廷这个一开始 到中国去 中国大陆去开微博 这个环球日报呢 时报呢就开始赞扬 是他是从统战的角度 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 实际上他们就判断有问题 是什么 谢长廷去不是为了中国大陆 他是他的听众在台湾 所以这里边他不可能屈服于中国政府的言论的 还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 他有个考量 所以这本身就说明什么呢 中国现在的状况 内部状况是最主要的 所谓的两岸统一是远远的一个问题 谈到谢长廷这个事情 我美国之音当然也做了很多的报道 我们的记者齐之锋呢 也写了一篇文章 我现在找这个 对 我现在找到了 我带来了 太好了 在这个跟帖上 有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蔡奇昌先生 他的跟帖 他说 我相信很多加入我或谢长廷院长的朋友 都是想听听台湾最真实的声音 透过微博 让我们与许多民间的朋友们 得以有互动平台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说真心话 微博是否会被删除 而是遗憾 他们容不下一点真实的声音 我想这很有代表现 台湾人民的观感确实非常不好 而且谢长廷很有意思 他首先他那个微博播的就是 是不是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是他对马英九的批评 这很有意思 这个就影响国共两党合作了 这是关系重大 所以不能利用大陆的平台 来作为台湾政党恶斗的这么一个平台 好 我想咱们话题 破空 对不起 对 我想说句句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说 这个网络控制伤害谁 这个意思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看到 对谢长廷也好 对伊伦靖也好 对李开复的静言也好 中共的这些做法 在香港做事上 香港越走越远 在台湾做事上 台湾越走越远 实际上伤害了谁 实际上也伤害了中共本身 同样道理 他在我刚才提到 他让李开复静言的时候 李开复的知名度 鼠身 他本来就 中国人口的20% 是他的粉丝 那么他的这个 可能继续提高到 中国人口的10% 同时让邓亚平 这样的丑闻大为曝光 说中国政府最终 伤害别人的同时 伤害了自己 我们而且看到 五亿网民 三亿多博客 每当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大多数的网民 大多数的博客 对现在的中国政府 都是群起而攻之 我觉得中国政府 一直在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如解除网络控制 网络管制 不要伤害别人 也不要伤害自己 当然是这样 但是呢 它是这个不同的计算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 它有自己的逻辑 这个逻辑呢 你让感觉到是很奇怪 好像老是在伤害自己 它有个远虑和禁忧的问题 实际上作为这个 政策制定者 和政策的执行者 它要解决的是 眼前的问题 我只想眼前 不出问题就行了 这个是一个不同 完全不同的计算 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觉得 我渡过这个难关 我还会有办法再去 先把眼前 先把眼前处理的 所以这是他长期的计算 我要插一句 昨天晚上 我就正在家里推微博 就是有我们消息推上去 结果呢 我正好就在听收音机一边 耳朵一耳朵也听到 有一个美国人发音 怪怪的 说这不李开复吗 结果说发现 好 连华盛顿的地方电台 都注意到这条消息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中国 我想这一条消息 就本身把这个 中国在这投资 多少百万的 做的几个孔子学员的影响 都消除掉了 我想李开复啊 其实他虽然就是在政治上 确实很多人把他这个事情 从政治上解脱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很大程度上 他是作为一个创业者 作为一个网络世界的 一个权威技术方面 他很懂 那么他在为中国禁言 就是你中国怎么发展 这个信息技术 其实他提的话 代表了很多这个 西方报道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中国的网络控制 虽然是从社会 稳定的角度出发 但实际上在技术上 在技术发展上 创新上 有些常见的数据或者报道 是怎么说的 对 当然你说 中国现在 你要不要发展社交群体 社交平台 当然要发展 就像中国必然要和 世界英特网接轨一样 但是他现在 中国你建立了防火墙制度 这是互联网 有史以来最丑恶的一个东西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所有得到的 都是被屏蔽过的 虚假的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 是中国的互联网的速度 在全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当中 名列多少 94 94 这简直是文所未文的 你到了中国以后 说什么有什么宽频的 高速 全都是假的 所有这些个 防火 过滤 审查 等等 把中国的互联网发展 完全 大大拉慢 大大拉慢 但是这里的问题 又还有一个 就非常 就刚才这么说 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 当你所有东西得防 对防的话 大家翻墙技术在发展 第一个 第二个翻不到墙 只看了一面声音的话 大家都往坏里拆 就是 从技术上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华尔街日报 或者华盛顿油报 都有一些报道 讲到什么 就是说在美国的 在中国的在华企业 外国企业 已经对中国这个网络控制 已经就是不耐烦了 为什么 因为影响他们的商机 他们和国外的联络 或者是信息的交流 很大程度 影响他们的这个生产 或者效率 速度等等 实际上 我觉得 这有影响 但是呢 我觉得有点夸大 因为这些外国公司 我了解 包括我的很多朋友 在国内做生意 他们有办法 这个翻墙 而且很快地和这个 别的这个海外的 这个网络 联络上 是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然受影响最大的 还是中国人自己 这个创造力被束缚住了 信息被这个过滤了 每天接受假的信息 这对中国的企业的伤害 是最大的 而这个呢 中国政府也不是很在乎 因为他觉得 反正我有很多 经济上增长点 的确 这个互联网 是经济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领域 除了这个 我还有其他的 我能够 除了这个 虽然它影响经济速度的发展 但是我其他 还可以维持 相当高的经济速度 我不在乎 所以它在 这个经济发展 创新力的这个发展 以及维持稳定方面 他选择了维持稳定 这个是他的命根子 所以我想这个状况 还会持续很久 好 破空 我补充一句 就是关于这个 李开复被禁言这件事 有网民还指出了 一个阴谋论 就说由于邓亚平 他们这么多年 耗费拒之 搞人民搜索 实际上几乎 使用率等于零 他们中国政府 试图想借助李开复 这个巨大的名声 来禁言 然后宣传邓亚平 宣传人民搜索 让人民注意到 这里还有一个人民搜索 我想这个阴谋论 恐怕也是对政府的一个反讽 如果政府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恐怕是一种小聪明 其实邓亚平自己早就说过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人民搜索 确实影响力很小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邓亚平就曾经说过 说赚钱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 履行国家职责 这个职责到底是什么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 普空讲的阴谋论 他是调侃 我觉得所有对中国的 中国政府的阴谋论 都不可信 因为什么呢 类似的阴谋论都不可信 原因是什么呢 他不敢引蛇出动 现在他恨不得 所有的蛇都不要出来 你知道他现在已经应付不了了 所以共产党 现在没有能力引蛇出动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来讲呢 他宁愿就李开复这种人 不要说话就完了 实际上中国这个政府 对互联网控制 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的后果 那么刚才建立谈到 外国在华公司的业务 基本上不受到影响 但是我看到一些报道不是这样 因为很多的外国人在中国 不管他们从事商务 还是新闻报道等 都是通过所谓的VPTN 那种虚拟的那种方式来上 但是中国对这个也有限制 也有干涉 另外很多的外国人的 他们的个人的或者公司的 电子邮件的账户 Gmail账户 安全性完全受到了这种危险 包括最近美国国会 还有其他的好多的公司 不断曝光的中国的所谓的 军方的网络间谍公司 打入美国商业电子系统 这是对中国的整个形象 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都受到很大影响 保持说的 我还想补充点 就是说还有一个 就是很多报道就提到 就是高端人才 他不愿意跟这个在华企业合作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 接受到最新的东西 还有李开复 我们知道他是一贯是 非常主张中国的这个技术上 跟国际接轨而且对话 但是像中国封锁 像GitHub这样的网站 就造成很多这个中国的高端人才 跟海外的高端人才 他没有办法进行一个 有效的对话或者沟通或者学习 所以他觉得这是阻碍中国一个 这里很简单 我就听他们说起来 大家需要同样资料 那么很多中国的这个高科技人才 他们就需要搜索一个 什么样资料什么东西 论文或者等等 都需要找他们国外的同行来帮忙 那么像昨天那个 就有这么一个消息 就是有一家公司出来抱怨说 我们就是为了给国内 就给他们国内的公司提供一些东西 他们国内每次上去就下载一些 其实都是科技方面的事情 就是大家公开的信息吧 结果他们每次 他们的网就被封一个小时 对 所以这个对中国自己在华企业 或者中国自己的创新力 都有很大的限制 今天你好像还有话要说 我觉得影响是肯定有的 影响肯定有 但是它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决定 它是不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个主要因素 因为它还考虑一些其他的成本 以及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对它的吸引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完全计算成 他们会退出中国的话 我估计我们会犯这个 这个评估方面的一些这个误差 对 不是不是这个我要再插一句 不是退不退是中国 而是中国周边 就中国多年来靠这种低廉成本 什么能够竞争是吧 那么现在像印度 像这个东南亚国家 都在很快地发展这个高速开放互联网 包括越南在内 包括泰国这样的国家 包括越南 越南 泰国 现在缅甸都要开始发展这个东西 那么对中国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大的竞争 对 好 破空你最后还有没有要说的 我们要结束这部分的讨论 不 没错 你可以结束 好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次被禁言之后 李开复在当局屏蔽的推特上发表了长文 他表示对中国社交媒体 对于未来改变中国 他还是充满心 而且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迫不及待地等待小黑屋开门 违归微博 那么在此我们就祝福李开复博士继续为中国网络世界再添好声音 好 有关李开复的话题 咱们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美国肥卡法案 可能为中国富豪带来什么烦恼 请你不要离开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樊江平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 全新打造 为信为实 新闻天职 美国之音 VOA卫视 好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美国清查海外账户 逃税漏税的肥卡法案 本星期取得重大的进展 财政部宣布 瑞士和美国签订协议 同意向美国国税局 提供美国人在瑞士银行 能拥有的账户资料 与此同时 美国正和另外50个国家 就类似的协议展开谈判 根据肥卡法案 美国公民或者持有绿卡者 海外个人账户超过5万美元 就成为国税局的查核对象 拒绝和美国国税局合作的 外国金融机构 将受到美国政府的惩罚 那么肥卡法案 对于来自中国的美国公民 和绿卡持有者 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一些中国民众 希望该法案 有助于中国反腐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小夏先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这个肥卡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法案很简单 很多美国人在海外有资产 在海外有资产一分散 特别我们原来都知道 传统的瑞士银行 那么就不给美国政府报税 那么到底他们这个海外资产 就是说有多少收入 怎么回事 这是个 向来是个有点黑箱 尤其是在一些所谓避税天堂 像加勒比海一些国家 那个等等 你有多少财产是不知道 这都是公开的 这不是秘密 这是公开的逃税办法 所以2010年 美国政府就 国会制定了这个法案 说大家都要报税 那么就去跟各个国家的银行 去商量 说你们这个银行 要把我们在这 公民这个海外资产的 这个情况报告给我们 可是这个时候 很多跟欧洲 就是欧洲或者拉美 跟美国有比较紧密 经济关系的国家吧 他们就说好 那我们也只能这样 银行界的抱怨非常多 说这样一抱怨的话 这样一做的话 岂不是让我们成了 美国税局的这个延伸了吗 分支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已经说了 说中国的银行 我们是不受这个控制的 那个我们按照我们的法律 我们不能给你们报 那么美国的那个 这一点对于 美国的普通人反应很好 因为他们都觉得是 富人应该多交点税 但是美国一般投资者们 就非常担心 说这样的话 我们在海外 就是说海外的投资 我们会受到很大影响 到底怎么样 因为美国的税率很高 另外还有美国的这个 就是有一些经济学家们 意见非常大 说如果这样的话 岂不是我们美国人 不敢到海外工作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争议 非常大的法案 和这个税收 向来是争议很大的法案 这个问题 对吧 那从我自己的角度这样 我收税最少的政府 那就是好政府 那能够合法 这个逃税 那是最好的 那当然这个里边 有其他的问题 不是那么像 我说那么简单 尤其涉及到 有些人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到这拿到绿卡 成为公民 很多人都回去做生意去了 像他在国内的 很多的资产 包括是这个金融资产 这个美国是没办法 拿到这个信息的 在相当程度上 他这个逃掉了税 那纳税是一部分 纳税以后要得到 这个政府的保护 是另外一部分 实际上这些人 他的家属 甚至包括他几代的家属 都在美国得到了福利和保护 但是这帮人逃了税 在这道理上就讲不过去了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还是感觉 这个法案是应该支持的 你说的是一个富人 其实还包括很多中国官员 那么就是根据 中国中纪委自己的报告 中国的官员 很多的配偶 和他们的子女 都是在美国定区 他的财产也不少 在他们名下 都有财产在中国 好 保持 这个杰尼刚才说 税收最好的政府 那是最少的 就是最好的 如果你看一下 世界上来看 可以说美国是最好的 在欧洲 他们的税率达到40%几 一般都是40%以上 这些因为它是福利性国家 中国据估计是35%左右 那是公开数字 真正的数字 百分之六七十 对 那么美国只有20%几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 以及这个外债 众多的外债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FICA 这个法案还是应该的 对 但是它针对的 基本上还是美国人 对 这个之所以 在很多外国移民当中 引起了很大的恐慌 是为什么 就是今年瑞士银行 也同意美国政府的要求 提供美国公民 在瑞士银行存入的存款的情况 因为瑞士一般过去都是认为 永远被你的存户来保密的 瑞士这样做就让很多人担心了 但是我谈到中国问题上 我是感觉到 中国那些富豪们不必太担心 因为刚才建立也提到 中国银行不会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去做 中国政府 另外你会有可能同意吗 但是有 中国这么多的贪官污吏 卷款外逃 其实很多现在通过越来越多的案件 我们都知道 高官有的是 那么中国政府什么时候 公布官员的财产 那么美国的FICA法案 就有可能在中国执行 这是我的看法 好 破空 我想这个宏观的一个感受 就是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 美国当时有个反恐的动作 其中一个动作就是 要机场和银行有新的规范 那么实际上影响了 全世界的其他机场和银行的规范 也就是全球化 达到一个这样一个程度 由于美国是经济龙头 龙头老大 所以当美国采取个措施的时候 在全球都会发生影响 所以所谓沉门失火 殃及池鱼 实际上这次美国这个肥家法案 它的确是针对美国人 但是无意之间确实触动了中国的富人 就是中国的一些贪官污吏 他们那些拿绿卡 拿这个美国公民的人 他两边都想得好处 两边都不想尽责任 他在中国尝与了大量的财产 尽管美国可能无法完全追踪到这些财产 但是在心理上已经给他们造成了震撼 而且由于瑞士和其他50多个国家 都开始跟美国合作 来按照这个规范的形式 我想迟早会影响到中国的富人 甚至影响到中国贪官的出逃 我们看到上次美国大使馆公布了一个空气指数 带动了中国政府也去公布空气指数 老百姓是支持的 同时这次美国这个法案会带动 就是说中国的反腐是被动的 政府总是被动反腐 民间有网络反腐 那么现在有美国反腐 美国这个举措又会带动民间反腐 说民间很可能出现 对中国贪官污吏的这种举报 不是向中国政府举报 而是向美国政府举报 多了一个渠道 这对中国的腐败是一个遏制 我就接着破空地讲 这个举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举报这个机制 只是这个法案对中国的富豪 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美国政府在中国拿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是拿他们的信息 拿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信息都拿不到 但前一段时间这个炒得非常厉害 对吧 但是我自己了解 我有朋友做这个生意 就是什么呢 他是那个森这个侦探 他们就接到美国税务局的一些的通知 就是说你们可以举报 你要调查了可以举报 给你多少的这个奖金 多少比例的奖金 如果能够这个机制让中国人都知道 我想中国人多了一个反贪的一个武器 然后就举报 这个可能会对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 这因为美国是个法治国家 不是说你收到一个信息 看得差不多就给你抓起来 不是这样 不是 他这个举报 举报是一个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 就是在美国公民互相也可以举报 你是对事有心理压力 可是不是说那么简单 你举报了可以拿一个奖 美国这个法治国家 你报完之后 你有长期的调查 你有法庭的程序 你有等等等等 拖很长时间的 我就觉得凡是这种政府 就是说我多年以来在美国 就发现只要政府出一个好意的出台 某种措施 会有很多很多这个细节和副作用 比如说现在美国就会造成 好多人 我认识的好几个人 就都放弃美国国籍 我当年一个哈佛一个同学 他是在那个 他是在那个 每个大 我忘了哪个高盛还是什么 他就是很快就放弃美国国籍 因为这样的话 他在香港 他就可以比较 就是留下比较多的财产 这里头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除了这个考虑 就是说你那个 要对富人多征税者 你还要考虑你的工作机会 你还要考虑你的投资财产的整个流入 如果这个影响到那个外国投资财产流入呢 这恐怕对美国的工作市场不是个好事 老师 为什么对一些中国的这个贪官污吏 或者卷款外逃人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呢 因为一般认为 他们不管把子女送出国外等等 还是自己将来潜逃 把资金转入其他国家 美国是他们的首选 为什么 因为在中美之间 如果要进行遣返等等 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不像到其他国家 或者其他地区 你跑到香港 新加坡 中国政府到时候一点名 你把它送回来 这很容易 到了美国 加拿大这些国家 就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这个对他们有一定的心理的压力是这样 举报 美国我们都知道是 注重民主和法治的国家 通常在美国 通缉一个抢银行的罪犯等等 他这个告示上会说 如果提供线索 导致这个人最后在法庭上被定罪的 可以得到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这个我相信在举报 美国人或者美国公民 持美国绿卡人在海外资产上也是一样 前几天不就有一位美国人 因为他成功的举报了 有一些美国富豪 在瑞士的银行当中的个人存款 而得到了相当巨额的 这个国税局的奖励 就是如果你要能提供线索 而且导致最后这个人被定罪 被罚款的话 你可以从中得到相当数额的奖金 破空 对我想说的是 刚才提到说 中国银行可能不执行美国这个规定 可能会形成妨碍 但是如果说世界上 大多数的国家去执行 比如说瑞士这样的银行 欧洲大多数发达国家去执行 这本身对中国的贪官污吏 就是一个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钱不是存在中国的银行 他们认为存在中国银行 是国内的一个不安全 他们恰恰是存在外国的银行 而他们存在外国的银行 也不是存在朝鲜 什么伊朗或者古巴 他们恰恰是存在发达国家 所以发达国家跟美国 基本上是整体行动 所以这样的行动 对中国的贪官污吏和富人 绝对是一个震撼 而且他们这些贪官污吏 他一方面 他拿美国的身份是为什么 拿美国的绿卡 永久居民 拿美国的公民身份 一个是他觉得他出国方便 再一个他随时开溜方便 然后他把这个资产 蹲进在国内 由于美国有了这个法律之后 他就会顾虑就说 他两头都受到压 国内是这个网民 或者民间要举报他 而在国外的话 有可能海流外的华人会举报他 而且美国政府 不管这个诉讼过程有多长 只要一旦进入了 举报或者诉讼 我觉得这个法案对于美国的经济 到底什么影响 不是一种定性分析 是一种定量分析 有些人因此放弃了美国国籍 放弃了绿卡 但是这个进入美国 要成为美国籍的这个流 还是很大 所以还有一条 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这些富人和贪官来了 你可以纳税 你要合法纳税的话 美国肯定是很欢迎 带钱来 世界上全是贤贫爱富的 带着钱来还是很受欢迎的 包括美国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定量分析 我想把这个肥卡法案 咱们从一个全球国际性的趋势来看 因为建立你在人权组织 我们知道 就是说过去曾经是 比如说非洲的 或者是南美洲的独裁者 他在海外有很多的财产 然后他一旦被推翻 他仍然可以到海外 就过很逍遥的生活 但现在的国际大趋势 似乎是世界各地的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银行 对于把这些财产 主要是瑞士 管给这些国家的人民 现在成为一个趋势 这跟以前很不一样 主要是瑞士 瑞士在两年前 大概在两年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说它可以公布 独裁者的这个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公布独裁者 存在他们这个银行里的财产 对 而且呢 可以根据某些法定的这个程序 把钱退款 返回给纳税人 给国家 这个法案一通过以后 给很多这个 实际上是革命性的 是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因为这个事情 我还专门去了这个瑞士一趟 找到他们这个外交部的人谈 所以能不能帮助我们来 追一些中国 非常严重的人权侵害者的 这些人的这个私有财产 存在瑞士的 他们说 这个法案里边 它是用的独裁者 你要定义 它是不是独裁者 这个本身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这里边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西方民主国家 能够对这些独裁国家的人权的侵害者 实际上他们都是高官 海外肯定有资产 做这个资产的最终 这个对他们的行为 是有嚇阻作用的 说到底 这中间就是 整个这个程序的开始 就瑞士这一边 还跟那个纳粹迫害犹太人有关 最早是那边 很长时间以来 瑞士银行 就是将这些纳粹 这些纳粹分子的 那个资产的保密 所以犹太人一直把他们 搞了很多年 几十年 所以这是一个 很长时间的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避税天堂 像加勒比海 凯门群岛 这些地方是美国富人避税的 主要地方 所以不光是美国富人 美国普通人也在那避税 所以这些地方会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怎么处理呢 我们想 好 有关这个肥卡法案 咱们这个讨论就到这一部分 对不起 破空 我们必须进到第三部分的讨论 那么下来呢 我们就会谈一谈 这个好莱坞的这个重心东移 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请您不要离开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VOACHinese.com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星期天就是美国最高电影奖 奥斯卡奖的颁奖典礼 近年来美国电影增添了越来越多的亚洲元素 尤其是中国的元素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好莱坞重新东移 东西方价值和文化 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宝生我想请你先来看看 因为你很喜欢看电影 我知道 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有好几个美国的大片 都有中国元素 可是到中国去经过审查以后 好像都遇到一些麻烦 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中间是怎么回事 这个中国元素呢 基本上是为了西方人看的 中国元素到了中国 是绝对行不通的 因为他们所表现的一些 西方人认为很有意思的 很猎奇的一个东西 在中国都不能够被上映 最主要是因为什么 中国存在着非常严格的审查措施 凡是中国当局不喜欢的 动不动这个电影一砍 就给砍下去三四十分钟 那么这些中国元素 基本上都不存在了 这个主要 而中国之所以存在审查制度 中国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 说我们中国没有电影分级制度 有些个场景 对某些观众是不适应的 这个纯粹是一种借口 好 我想请破空分析一下 破空 对 由于亚洲经济的蓬勃增长 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 它现在也是经济第二号强国 那么显然亚洲元素 在好莱坞中增加 中国元素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就是说反映这个多人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票房价值 就美国是去年 美国是第一票房的电影大国 中国是第二票房大国 而且中国的这个票房 仅次于美国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 它的54%的票房收入是外国影片 而它只限制进外国影片34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外国影片在中国居然在54%的票房 所以就可以看出中国票房价值 对好莱坞对西方的吸引 但是就像宝生刚才所说的一样 这个中国元素很有意思 一方面这个中国元素 是这个他们好莱坞是要去不做的一个东西 但是中国元素我们看到非常不中国 我们看到很多电影 包括功夫熊猫 里面的一些思想一些做法 都是很西方的这种人道主义 不是东方那种东西 还有就是说这个花木兰 还有这个欧浮昌龙等等 一直以来 特别是最近的 什么铁拳 什么天目杀鸡 什么云图 都是一种西方的圈式 加入了东方的元素 比如韩国 日本 这个台湾 都加入得很好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在东方来说 不见得是东方 同时中国政府 它在酸解 比如说云图在中国 酸掉四十多分钟 那个天目杀鸡酸掉 也是三四十分钟 那么你把人家这个外国大片 都酸成这个样子 人家在体现你的中国元素 你却在酸掉这些大片 而且酸掉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酸掉情色部分 但是中国的官场 谁酸 是中国的官员酸 中国官员是最情色 最喜欢裸露 最淫荡的 他自认自己淫荡 自认周官方 不准百姓点灯 他把人家酸掉 不让老百姓看 他自己可能在家里偷偷看 所以这个现象也是 我觉得中国元素出现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 这很简单 很多人担心 好莱坞会被中国的文化 给侵略了 我不担心这一条 因为什么呢 它到中国去是自然的 巨大的市场在那地方 它和到中国去 做房地产生意 是两回事情 你知道这个电影业 它需要创新 需要文化的自由 新元素 它自然要和中国的 文化专制制度 要形成巨大的冲突 这个冲突刚刚开始 以后你会看到 很多的冲突 这种冲突本身 对于突破 中国的文化专制 会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 中国它不是一个 东西文化的撞击 是这个文化专制 这个电影审查制度 和一个文化多元 进行自由交流的 一个冲突 这种冲突呢 我想它和做房地产 我只要赚钱就行 我怎么妥协都行 这个做电影 它不能妥协 它妥协到一定的程度 它没创业了 它连市场都没有了 但实际上妥协是相当大的 等于我们就随便代数 这里很有意思 所有写电影剧本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电影要卖 要卖作的话呢 电影片得相当一部分 是鲁油片 我们刚刚看到 像007 在中国被删了那么多的话 用了这么多 上海那边 那么多元素吧 美国人看了 东方元素 烈起心灵满足了 这个东方元素 这种 但是它既然要这样的话呢 它就要把很多 就是它自己想象的 适应那个西方口味的 所谓东方元素 加进去 而加进去 那你说一个电影 就是说 我们现在知道 中国的东方元素 歌颂党也好 歌颂社会也好 那是没有卖座的 是不是 那一定要加入各种 像那个好看的色情也好 凶杀也好 或者怎么样 各种干的猎奇 那这个时候 正好就跟中国的 那个电影审查制度对上了 中国电影审查说 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西方可以 放在我们这不行 可是其实你就说 西方不是故意 对 不是故意整你们 而是说 我们在这也是 在那边也是这样 实际上这是一个市场的问题 好 保身 当然这个西方的电影公司 拍出来的片子 很多都是宣扬了一些 民主和自由的精神 法治的精神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卖座的大片 并不是这方面的 而是猎奇的好玩的间谍 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西方电影公司 在审查的问题上 对中国当局 做出很大的让步 而且他们不仅仅是事后 很多片子 现在就在中国拍 拍的时候 我棚里就把你中国电影局的人请来 你来看一看 你不喜欢我们不拍了 即使这样 我也不是很悲观 你知道吧 这个电影审查 和所有的新闻审查 文化审查是一样 你都不知道边界在那地方 你觉得你是自我审查了 到最后 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就撞上了 所以这种冲突是自然要发生的 所以这种冲突发生 自然会对中国突破文化专制 会带来正面的因素 好 破空还有话要说 请讲破空 对 我想就是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星期天 会第85届的奥斯卡的颁奖 那么其中有部片子 就现在是居第二位提名 十一项入围 就是这个 李安指导的这个 就是少年派的漂流记 那么这个片子 就是非常东方 它处理的也相当的艺术 相当的梦幻 它是选了一个印度的孩子 它选了一个日本的船队 然后它选了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动物的背景的故事 然后选了一个人的版本的故事 它最后提出一个 就是说疑问 一个版本相当于姓上帝 一个版本相当于不姓上帝 那么这个故事在美国大热 我相信导过来 它也会在亚洲大热 我觉得这个片子是相当成功 而且它这个导演是 就是说台湾 是台湾背景 这些整体元素加起来的话 的确是东方电影的一个突破 我倒是非常期待 这个电影在奥斯卡摘取大奖 我想这个是真正的一个亚洲元素 东方元素 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审查制度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西方电影 它还是有一点 甚至想给中国拍马屁的这种感觉 你看007的电影 把上海拍得多么豪华 澳门拍得多么梦幻优美 但是就是里面有一句话 他里面问那个女的说 你什么时候十几岁当静女 十二三岁 结果中国觉得 这个损害了中国形象 减吧就 所以在很多时候 十二三岁加上了黑马 其实当年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也是说上海的那个街景 本来西方人觉得是体现 西方的这个中国的风情 结果说挂的那个上海 街头挂的那些裤衩 什么床单什么的 不高兴又给剪掉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个 东西方确实它是这个 观念冲突 其实倒不见得 它非要挑战中国 对 好 因为时间不多 咱们今天这个讨论 只能到这 下次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弹无虚发栏目 请你不要离开 美国大学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我觉得他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上面这个体能建的 逻辑这么不通的 外国人怎么建 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 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孟包和马 自己超通的 保识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 焦点对话 好 节目最后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 首先请建立 来给我们点评一下一些新闻事件 我讲一个和我比较接近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去年12月4号 由这个美国的人权组织 现在自由 还有我们公民力量 共同做的一个项目 就是有135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赏签名 要求释放刘晓波 而且解除对刘霞的非法软禁 在那以后呢 南非的大主教图图 就发起了一个全球的签名活动 这个签名活动截止到今天已经到了50万 在我们呢决定是在这个27号 就是下周三 在世界各地把这封信 递给中国的这个大使馆和领馆 是这么个活动 刘霞实际上他是这个 他非法的软禁 是非常这个严重的 他现在非常的苦闷 而且精神状态非常差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更多的朋友 能够突破这个阻碍 能够去探访他 好 保身 我说的是情人节和一万美元 说的是今年情人节的晚上的一对美国夫妻 到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的一家仓館去吃饭 在大桥上发现了一个相机袋 他们是相机袋 是肯定游客丢的 等着吧 苦苦等了45分钟 没有人来领取 然后就是打开袋子一看 除了相机以外 还有信用卡 还有一万多美元 一看一万多美元的现金 两人看吓坏了 赶快把它交给警察 那警察根据信用卡的线索呢 找到了施主 是来自中国的游客 这游客当然对美国人这种 实惊不昧的精神所感动 这个新闻也让我感触很多 刚才我们谈到了FICA这个法案 那么这些中国人是怎么把 这么多的现金带出来的呢 他们在过海关的时候 是不是按照法律的要求 超过一万美元就申报了呢 另外他们如果拿到了这 捡到了这一万美元 在一个情人节的晚上 是拿着一万美元 接着到餐馆里去吃饭呢 吃烛光晚会呢 还是把站在那苦苦等候 45分钟 这个问题值得人深思 小夏 我要说跟餐馆有关系的事情 是最近我是很爱吃寿司的 然后最近呢 有一个环保组织 就去检查所有的那个美国卖的那个鱼 特别是生鱼 就发现了鱼里很多假鱼 为什么呢 那个鱼肉切出来白的黑的都差不多 但你怎么知道这种鱼 它说是金枪鱼 金枪鱼 它说是什么鱼 什么鱼呢 结果他们就带了一套DNA测试的系统 参馆市场测试 发现竟然超过三分之一的鱼是假鱼 是假的 是这种鱼说成那种鱼 比如说是三文鱼 它是养的三文鱼说是野生三文鱼 它用DNA的方式来测试 就美国这个 这个看来就是能够赚钱的时候呢 冒作假的事也不少 可是呢 也有这些组织呢 就非常认真的去抓 这个抓完以后呢 现在政府也就说 我们赶紧还是要检查 所以就像在牛肉当中发现了马肉一样 好 破空 这个最近呢 朝鲜搞核四报 中国网民是一片愤怒 说这个毒品 假钞和污染是中国的三大威胁 但是呢 毛左派的代表人物却发出欢呼 那个乌有之乡的这个主持人 这个张红良 向那个朝鲜发出贺电 认为像同比于中国当年的成就 认为 这个是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 把中国比喻成苏联那个压力 另外呢 有一个毛左派的将军 张绍忠就力挺北韩 甚至说美国不敢打北韩 如果一打的话 北韩的特种部队 当天就可以占领首尔 结果张将军话一出 中国这个网民就高兴了 说因为张将军挺谁谁死 说这回就让我倒开完蛋了 因为他挺过伊拉克 那个萨达姆 萨达姆死了 他挺过利利亚 那个卡扎菲 卡扎菲死了 还有挺那个 本拿登本拿登死了 他这次挺金三胖 说就要死了 所以最后人家建议说 干脆组织一个新资源军 就是说由这个毛新宇 毛三胖 那个领军 由这个二张 这个张红良 这个张绍忠 文武 横行二将 护驾 然后登记毛走派 百万雄师 不禁政府许可 组成真正资源军 雄九九 七杨昂 跨国鸭路江 来一个就是红三代 金三胖和毛三胖的 胜利会师 好 谢谢我们各位的点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交流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杨建立 宝生 龚小夏和陈破空的 这个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提出建议 节目最后呢 我们带您看看 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剧院 我是宁兴 祝您晚安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